畅畅要过十周岁生日了 感觉时间过得好快 从这么小丢的一个小宝宝 变成了一个十几岁的大姑娘 感觉畅畅今年明显的长大了 变得非常的感性 所以今年的生日礼物 我想以感情为主题 好好的感动感动畅畅 开始制作我非常走心的礼物 感觉,感觉这些维修着 感觉,感觉感觉很快 感觉,感觉感觉很适合 感觉最后很害群的名言 感觉,感觉感觉很难 感觉才是然后感觉 感觉不可能 感觉是一种力量的 感觉都能占了 感觉不可能 感觉也有很改善 感觉有点 感觉如果想把枕构的话 ! 對手 先把手補到 這裡 把手補給我 可以拿回來 把手補給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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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爱的女儿 恭喜你十岁了 感谢我的宝贝 这些年来陪着妈妈一起成长 因为你的降临 让每一年的每一天都很美丽 愿我的女儿 所想皆所愿 所愿皆所得 不知道这些能不能感动畅畅 却感动了我自己 一边写字一边画画 就想起畅畅来到我身边 这十年来的点点滴滴 有开心的 当然他也会惹我生气 总而言之还是非常幸福的 当然除了这些比较走心的文字之后 还有一些小惊喜哦 惊喜来喽 还有一个小礼物哟 怎么样 你们觉得我准备的这份生日礼物 厂厂会不会感动 会不会惊喜呢 让我们一起祝厂厂生日快乐吧 再见